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蕊的亲属都到京了吗 除他父亲去世以外 还有他母亲 家属三十六人都已到京 在令宫府内 陛下 许蕊复旨了吗 听其自然吧 陛下真是胜度汪洋啊 诗人或许说朕乐器荣莽 但朕是稀奇才德 王杰 在 启驾 扶宁宫 是 你的母亲三个兄长 家人 仆人 共计三十六口 昨日下午已到京师 你的父亲去年病故了 学校 生老病死 谁都难免 令尊年迈 患病日休 荆棘此逝 望你节哀 令堂 和家人 都已经住在了朕 赏给的宅邸 明日 你便可去看望他们 多谢圣上 对江南冠民 并未斩尽杀绝 官家请息怒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朕 为什么 难道朕 真的是个残暴的君主吗 徐蕊他竟然那样对官家 官家被弃得 蹊跷生焉 无可奈何 要是我 肯定给徐蕊治罪 所以 官家是有苦难言 你说 我能让我的男人苦着吗 我真不该跟您说这些 官家对他那么好 他却不知道感恩 圣人 我听柳瑶说 徐夫人原本也是个 天真烂漫的女孩子 蜀国灭亡以后 她的个性就变得古怪了 细想想 徐蕊的日子过得也是挺难的 我能理解她的孤单 可谁又不孤单呢 进了阵皇宫 我就没了自由 想回家比登天还难 有时候 我真羡慕那些鸟儿 你想 鸟儿多好啊 自由自在的 想飞向哪儿就飞向哪儿 下辈子 我最好能做个自由的鸟儿 可是鸟儿飞久了 也要归朝啊 我最好能做个自由的鸟儿 我最好能做个自由的鸟儿 可是鸟儿飞久了 你去把长公主请来 我有事要商量 拜见圣人 圣人小嫂子是想惊养我了 不想 能让小蝶去请你吗 哪像你 早已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吧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想你啊 想我为什么不进宫来看我 跟圣人说实话吧 我一到这儿来啊 便会想起那个花蕊夫人 我也正是因为此事请你进宫商议 看如何劝说她 按照宫中礼仪礼敬官家 难哪 我听张瓊说 当年本应该先打江南 但是官家为了徐蕊 便先灭了蜀国 真有此事 官家跟以前的王圣人感情很好 见到徐蕊长得很像王圣人 难免会产生那些心思 不过依你所言 官家招她进宫 也并非想纳她为妃 那么既然如此 为何不奏请她回令公府 继续整理蜀国史料呢 那为何我们不能劝说她归心于官家呢 你不妒忌就罢了 还想让她来争宠啊 徐蕊是个明白事理的大姐姐 有她在官家身边 能帮官家处理好多事情 官家也就没那么辛苦了 可是我觉得 就按我说的去做吧 圣人 这件事情我可帮不上你的忙 不过我觉得这样做不好 好吧 既然请不动你大驾 我只好自己出面了 你呀 徐蕊 拜见圣人 坐 徐夫人 你可知道 芙宁宫原来是王圣人住的地方 徐蕊听说过 官家让你住在芙宁宫 你应该清楚官家的用意 圣上的意志很明白 专心修矢 我知道你对梦场忠诚 这没错 可这芙宁宫并非修矢之处 你既不愿复旨回到令宫府 我想 你是愿意试候官家了 看来 圣人是误会了 那我自愿让贤 奉请官家 册你为圣人 圣人放心 徐蕊 绝无此意 蕊姐姐 听我说句心里话 好吗 我觉得 你不能再为已经灭亡的蜀国 和已死的梦场而活着 而痛苦着 我们都是女人 有幸生活在后宫 让官家高兴 事后官家是我们的天职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也是大家闺秀 祖母 母亲 也都是公主 虽然我年纪不大 可我不是气量狭小的女人 不会容不下你 所以 才想请你定下心来 服侍官家 许蕊绝无此意 要不 咱们姐妹俩一起服侍官家 都不要有妒忌的心 咱们 蕊姐姐 你还不知道 我也不能生育了 所以 我由衷地希望 你能给官家生好多的孩子 让官家高兴 我一定会对他们 像自己亲生的一样亲 圣人 许蕊再说一次 绝无此意 你不可以再疏远官家 你不可以再疏远官家 若再是不走 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你仔细想想吧 前一段 我对你苛刻了些 以后不用再来请安了 还有 进士来奏 你母亲 旅途劳顿 感染风寒 怕你回到令宫府一见 施主 夫人 咱们为何来常庆观啊 替母亲祈福去兵 老夫人不过是偶感风寒 并无大碍啊 这不是圣人吗 圣人不是死了吗 走 快去告诉道长 你且在灌外捎带 我需尽管对母亲尽一点孝心 是 打扰道长了 施主 请不要客气 请问施主贵姓 小女姓徐 换作徐蕊 成都人士 来遍京八载 原来如此 施主长相和已孤的王圣人 非常相似 两名小徒也惊骇 便是贫道也大吃一惊 道长认识王圣人 十二年前 太后娘娘身患重病 王圣人亲自请贫道 带小徒前去皇宫 为娘娘设冬月延生轿 其受其福 请道长 收下小女为徒 这如何使得 难道你的家人 小女夫君已故 一人在世 早已生出出家之名 今日便是下了决心 才前来宝怪 请道长收下小女 你的娘家和婆家人哪 道长放心 不会有人前来寻找小女的 那就便在此入道吧 多谢道长 禀陛下 徐夫人的侍女柳瑶求见 臣 是 禀你叩见陛下 徐夫人 徐夫人回宫了 没有 是不是她病了 我家夫人 是要出家了 出家 且慢 从阳真人 徐夫人 可是大宋朝宫的女士 是 贫道不知道徐蕊是宫中女官 冒昧收留 还望大官恕罪 徐蕊已入道家 请大官如实禀奏 恢徐夫人 帮助 只回宫 恕平道请你离开本关 请别再为难平道了 徐夫人 请吧 请 请 官家 徐夫人到 朕命你整修蜀国史 以资治理之用 事刚开了个头 不知为何不辞而别 还说要出家 难道是宫里有人冒犯了你吗 那倒没有 只是万念俱灰 只想入道修行 不想在宫中修饰 此话当真 说真也真 说假也假 怎么说 好一个仁义的皇帝 好一个不好女色的皇帝 若是真仁义 何故纵容心腹 毒杀孟长 若真不好女色 何故与你使的名义 将我纳入宫中 又让圣人 逼我侍奉于你 徐人恨孟长这样的昏君 更不屑于假人假义 虚伪户籍伍 陛下驾到 你有人吗 陛下驾到 你 就 有人吗 愿意 不愿意 我来 徐蕊出家了 他 他怎么会出家 他说是你逼的 说你逼他来私逢朕 臣妾何曾威逼过他 朕曾经对你说过 希望你跟徐蕊 能像亲姐妹一样的相处 你也曾称徐蕊为蕊姐姐 你不要忘了 你是一国之母 应当母依天下 臣妾 臣妾就是对徐蕊说 臣妾已不能生育 臣妾还说 希望蕊姐姐 能以自己的才能 替陛下分忧 还说你若是不从 便把你打入冷宫好了 是想这样逼他当贵妃啊 宣徐蕊 是 拜见圣上 叩拜圣人 蕊姐姐比我大五岁呢 怎么还能误解我呢 朕已经问过她了 她前日对你说的那番话 是发自肺腑 并没有逼你 蕊姐姐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连自己不能生育 都告诉了你 我还不是真心的吗 圣人 却不能生育 谁会说这样的谎话 我在官家身边五年了 还不能证明吗 太医已替我反复诊断 你证实了我不能生育 那却是徐蕊误会了 以后我们要像官家希望的那样 成为亲姐妹 我还要姐姐教我修史 像古时候大使家帮贡的女儿那样 能有圣人这样的妹妹 徐蕊自然是高兴的 你方才指责朕 说是朕指使心腹 毒杀了孟长是吗 官家不会这样的 蕊姐姐 你也知道 官家志在一统四海 让天下百姓都永离战乱 他一心向所有的君主 都能共提此心 归属大宋 像兄弟般同处 朕答应你 孟长之死 一定查得个水落石出 以证试听 徐蕊带冤死的孟长 叩席圣上 宣离人诏 徐蕊前来觐见 臣拜见国主 平身 谢陛下 林属下 近日 忙于江边不说 很是辛苦 朕赐你美酒一杯 以为犒劳 来人哪 赐林书相御酒 谢陛下 林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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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啊 这是何意呀 这是何意呀 何意 这是朕的弟弟 从宋国派人前来的书信 你自己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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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啊 林书相 死得好冤哪 他冤什么 您这是上了宋家皇帝的当了 此乃借刀杀人哪 宋国皇帝拿李从善 当作三国时的讲干 又借国主之首除掉了他多年做梦 都想除掉的林人照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弟弟亲眼看到林书相的画像 怎么可能有错 前两天 臣 夫妻侠寺去拜佛 听说了 林书相的画像被盗 当时 当时臣并没有在意 只以为是本国人所为 现在想一想 林书相的画像 肯定是宋国皇帝 派人秘密给偷走的 然后在李从善面前 使用将干道书的伎量啊 国主啊 林书相 林书相 你死得好远哪 陛下 林人照以除 可以发兵讨伐江南了 还不能出兵 长江天险难以突破 若要出兵 林人照 已经备下了十万精兵 若是顽抗 伤亡惨重 李书相 臣在 多派些人 去探明长江的水浅处 一旦开战 朕要以浮桥过江 是 与江南作战 水军十分重要 现有水浒劫军两万 再增加一万 臣成招 朕在 朕任命你为水浒劫军 复渡指挥使 协助宋沃 抓紧练兵 遭出战船千艘 臣领旨 等一切准处好后 争讨江南 出吉祥 臣在 一切军需 居此准备吧 臣 领旨 卿家 官家已经下诏 准许我们两家 在大军出征南堂之前 给子女们成婚 宰相大人真是圣眷身龙啊 聘礼已下 则即日 就给孩子们 把婚事办了吧 好啊 来 我一听说 官家已经恩准 赵仆 李充举 在出征之前 为他们的儿女完婚 赵仆得一忘形 我们就正好张王布景 江颜 你命卢多逊耿霸 暗计行事 是 对 卢多逊去了楚昭府的府上 卢多逊刚从赵大隐的府上出来 就去见楚昭府 肯定没好事 当年整治李渔庆的时候 宋记就说过 赵光义曾经派推官假眼 去找过楚昭府 会不会那个时候 楚昭府与赵大隐 已经私下结好了呢 好啊 我得去会会这个楚昭府了 好啊 快点快点 快点 落将落将 慢点啊 下官恭迎宰相大人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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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没想到 宰相大人能光临寒舍 真乃是蓬碧生辉啊 我也没想到啊 堂堂大宋朝的宰相 居然驱驾来到你的府上 坐 坐吧 谢宰相大人 朱吉祥 你和赵光义 是从何时开始往来的呀 在相大人 何出此言哪 你们都往来到什么程度 如实说来 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那卢多逊 刚才为什么到你府上来了 卢多逊 卢多逊说他是路过 顺便进来看看 他从哪儿来 能路过你这儿啊 他说 是去他姑父刘忠诚家 顺便进来看看 他是从开封府出来 开封府 可卢多逊说 是从他姑父刘忠诚那儿来 苍天在上 我没说半句假话 我派出去的人 更不会说假话 卢多逊从赵光义的府中 出来之后 就来到你这儿 可卢多逊 没说赵大人 也没说开封府 也可能他害怕说 再谎说 是从刘忠诚那儿来的吧 你不要再跟我狡辩了 你这样为卢多逊遮掩 就是在遮掩 你与赵光义的往来 大人 没有 我绝对没有 苍天在上 可以为政啊 你可别忘了 当年吕玉庆出世 赵光义可派假眼来找过你啊 假眼 假眼是找过我 我想 他一定是为吕玉庆而来 所以我并没有接见他 在想大人 你以前也问过在下这个事情 在下也是这样回答的 难道您忘了吗 来 起来吧 朱吉祥 你我三十多年相交了 朝中无人可比 当我出世为官 在留次麾下任幕僚的时候 咱俩就想好 啊 以后呢 是我把你介绍给了官家 做了幕僚 你才会有了今天 在想大人 对在下的大恩大德 定当永世不忘 我不愿意相信 我赵普的眼睛会瞎 我也不愿意相信 你楚昭福 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哎呀 不过我要说一句啊 你想攀附赵光义 可要想想吕玉庆啊 据我所知 你的运气远不如李渔庆 在官家心目当中 你可比李渔庆的地位差多了 在下知道 今儿呢 我来 一是咱们叙叙旧 二来 我也该给你提个醒啊 在下谨记在心 好 恭送宰宰相大人 有礼啊 在 你还得再盯紧点 在下知道了 告辞 告昭大也 告昭大爷 你们都去走吧 刚才赵部 去了楚昭府的府上 好 这个赵谱 真乖啊 像是在听着我的指挥 做每一件事情 下一步 就该让楚昭府来见我了 再等等 还得再等他 官人 赶紧对赵谱下手吧 不 等他给他儿子办完婚事再说啊 陛下 犬子的婚事昨日半毕 举家欢愉 新婚和美 臣感谢天恩成全 好 好 陛下 臣还有一奏 说 请封皇长子官位 并确定皇太子身份 待 征伐江南后 再说不迟 陛下 此事不能再拓了 此等大事不可草率 你还有庞的事吗 陛下 陛下 此认为臣考虑了许久 请 陛下考虑我大宋国迁都洛阳 遗养国迁都洛阳 远征都洛阳 此乃官乎 我大宋江山社稷 是千秋万代之稷呀 陛下 三思 臣告辞 赵普独断专刑 权卿朝银辜负圣恩 欺瞒皇帝在其官属案旁 只以采佑陶纲 凡不如一支表书 皆投入纲中 积满而烧掉 忽言乱语 忽言乱语 臣拜见陛下 这条折子不乏针鞭石壁 你怎么给撕了 陛下 臣以为 这支粥 言过其实了 你人在正使堂内 如何知道此言实实呢 是臣的推断 这里边的折子 都是你觉得无用的 对吧 是 是 皇亲 在 把这里面的折子 都送到秦政殿去 是 官家看了卢多逊的奏折 便亲自赶往了正使堂 当面教训了赵普 把赵普扔在那口 采油陶纲里的闸子 全部带回了秦政殿 一一查看 看来大隐可以出面了 是时候了 禀陛下 赵大尹求见 宣安 是 臣赵光义拜见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陛下 奏折怎么坏了 这都是被赵普撕坏的折子 臣听说赵宰相的正使堂里 有一口采油陶纲 里面放的 都是赵宰相看不上的折子 等凑够了一定的数量 就复制一具 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些就是朕从那儿拿回来的 陛下 那这赵普不是在独断砖行吗 你又何时走告 好 近来因为赵普和李重举联姻之事 满朝文武是议论纷纷的 大家都觉得 这是赵普和李重举 公然违背陛下的照例 因为怕赵普的报复 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知道这些事吗 赵普来请过旨 因为是旨妇为婚 朕就准了 可臣以为 只赴为婚之事 纯属子居无有 何意见得 臣记得 当年 臣曾陪着陛下微服私房 到过赵普的家里 但是赵普并未提及 他和李重举联姻之事啊 臣以为他们如此做 一 是为了结党 二 是为了在群臣中 显示陛下对他的专宠 李重举这个人一贯虚伪 他知道陛下对王胜人 宠爱有加 便对众人说 他对已故的妻子 如何如何之好 还不再续嫌 可据朕所知 他确实没有再娶 但是 他有年轻美貌的侍妾六人 有这等事 李重举并无赈才实学 他之所以能够当上疏密使 靠的就是将司宅送予了赵普 挤进献媚之能使 再加上 听命于赵普的楚昭普的三司 曼朝文武都在私下里议论 说赵普的权力比陛下还要大 因为陛下不可能事无巨席 有许许多多的政务 都是赵普在处理 陛下 如果再不对赵普加以抑制 任其独断专行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啊 把李重举外放 任郑国军节度使 陛下 那李重举的书相 可否由卢多迅来接任呢 卢多迅不妥 让沈亿伦接任吧 是